初春的男人 初春的男人 你回来了 爸 小雨回来了 爸 又回来了 回来了 爸 这边都加班了 家什么办 你练功累不累啊 我累 快去吃饭吧 爸 刚给您温的酒 天气凉 冷暖身子 刚一下班 食堂的赵主任就找我谈话了 他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食堂真不能留你了 你不要再跟别人吵了 怎么着 我丢你脸了 我周立平靠劳动吃饭 没比别人少出一份力 没偷过懒 没拿过国家一针一线 他敢不要我 下回我碰见他 我还跟他吵 我跟宋子堂的恩怨 跟谷月梅没关系 你跟他吵什么呢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改改你这脾气 我改不了 妈 你怎么又跟谷阿姨吵架呀 叫谁阿姨呢 你叫谁阿姨呢 叫得还那么亲热 我告诉你们啊 杏颂的全家都是我仇人 我不跟他吵我跟谁吵啊 他不让我过好日子 我也不会让他舒坦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弱饭我我别犯人 你瞧瞧你瞧瞧你 你在外边吵得还不够 我回家还要嚷嚷 你到底要干吗呀 你说我要干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啊 唐县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受了窝囊气 回来吵我仨气呀 好啊 那咱们接着吵 吵吧 行了行了 妈别吵了啊 来 赶紧吃饭 吃什么吃啊 就是到吃 爸 这次是相当难呀 红星棉芳厂一共三个名模 我好不容易搞得了一个 我这是第一次以权谋私 这话只能在家里说 当然了 厂子是苦一些 年轻人吃点苦没坏分 怎么干 你自己点亮 我打听过了 这红星厂啊 福利好 比咱厂强多了 就是 而且女工还多啊 方便我哥找对象啊 不过 我哥特成是写诗 是不是有这种打算效用了 写诗能当饭吃吗 你妈可以作证 我这一辈子不管是当兵还是在地方 干工作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好高务员眼高手地 当初咱们都以为你哥十拿九稳能考上大学 最后怎么样 不是还当逃兵了吗 哎呀 行了行了 这都过去的事了 这老大好不容易回来了 一家人吃顿团圆饭 能不能不提过去啊 谁在提我跟谁急啊 老大 吃饭 那过去的事不提了 咱就说点野蛮钱的事吧 爸 我工作调动的事有消息了吗 你打算调哪儿去啊 怎么 我的事不是事 我说的话就是放屁啊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本来的嘛 那供销科老去上个月 黄短肝园 嗝了 不是 我用不着您以圈谋私 我是说这 这位置竟然腾出来了 我不站着 别人也得站着 是不是 您总不能眼看着我 在铸造车间铸造一辈子吧 是不是 那你今天在世事大会上的发言 就等于放屁 绝对不是放屁 我去供销科 一样为私话做贡献 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是吧 妈 我不同意你去供销科 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那老徐怎么得的黄挡肝炎呢 喝酒喝的 这些搞供销的 整天就在桌上喝大酒 为私话喝大酒 我愿意 你现在一线好好工作 你的事情我有安排 爸 我都跟您说过了 我不想走仕途 我不想当官 我就想喝大酒 我求您帮帮忙 把我调到供销科去 我求求您了 您把我调到供销科去吧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爸 我求求您了 什么 什么意思 您给句痛快话 你不是想喝大酒吗 你拿碗 我陪您 妈 给我倒上 妈 你快吃吧 你快吃吧 夏雪 吃你了 你要不吃啊 爸更难受 吃 我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们斗 跟他们炒 好 小雨 妈这辈子算是完了 妈就指望你了 你一定要生气 好好地跳舞 你要跳到全宁州 全中国 都知道你唐小雨 知道吗 只有这样 您妈在东方厂 才能抬得起头 才能扬眉吐气 妈 您慢点吃 不是 你这人怎么不敲门呢 懂不懂礼貌 你干什么呢 你鬼鬼祟祟的 没干什么 来 宋厂长又找你训话了 妈没告密啊 告什么密啊 你跟唐小雨的事啊 我跟你说啊 把嘴管严一点 爸要知道我就赖你 我才懒得说呢 反正你俩迟早得散 闭上你臭嘴 你别不屑 我告诉你 嘴着唐小雨的人 可多了去了 我那哥们邱正宇 真代表邱刚的儿子 就是那么长 劳资客那小小脸 对对对 他也喜欢小雨 你也何止喜欢 人家向毛主席发过誓 说这辈子非唐小雨不娶 我说你们这帮人 这整天发的什么 乱七八糟的事啊 你怎么说话呢 毛主席可站那儿看着呢 还有 歌舞团舞蹈队队长张晓碧 你怎么才知道啊 怎么着 他也发誓非唐小雨不娶 他发没发过誓我不知道 不过我听说 他一直对唐小雨忽视眈眈 我说你是包打听是怎么着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哥哥 弟弟这是为你好 我是让你排排号 知己知彼方可战无不胜 不排不知道你是一排吓一跳 你说你一修地球的 那在唐小雨屁股后边能排老几啊 别羊肉没吃着 反惹一身骚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 这都变了味儿了呢 我这不是帮你分析呢吗 别去去去去 别说我看看书呢 你看书 你看书 我也看书呢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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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你帮我拿 来来来 给你帮我拿 来来 来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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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一下 我去科长 我那个活儿没干完呢 我那个活儿没干完呢 我真有事 我这 啥事那么清清秘秘的 我真有事 你先看看 这不就扑克盆吗 有啥好看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先看看 你小刺床打弄的 那你别管 喜欢吗 就凭这 我就能把你送到保卫科 送到公安局 你行不行 我好怕呀 我知道你耗这一口 我知道你耗这一口 中午刚闹到手 还没捂着就给你送来了 我想跟我嫂子一起玩玩看 嗯 你 你 嗯 你看看人家 啊 该吐的 嗯 该细的 嗯 你嫂子啊 该吐的 平的 哎呀 该细的 水桶一样 哎 你小子把我往沟里带 这东西能让你嫂子看吗 哎呦 你怕什么呀 你跟我嫂子说 这是正经的外国货 人外国人不光有这儿 还有真人演的电影啊 真的 嗯 你说这资本主义社会 怎么这么腐败 太腐败了 所以科长 你得好好研究研究好 好好批判批判 我是得好好研究研究 嗯 好好批判批判 好好批判批判 哎哎哎哎哎 正事还没说呢 你们贡孝哥 老徐腾伯的位 你可得给我加速 不能让没边 我这儿没问题 嗯 关键是你爸 把你爸搞的地 这个位子就是你的 林文文 你凭什么穿我的服装啊 嗯 问张队长去 张队长 独穷花我排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换成刘文文 我决定了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冷静 好好地想想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 张笑语 不要以为你业务好 就可以目骨一切 在这儿 谁都没有骄傲的资本 没我的顶头 你就是业务再好 也永远演不了主角 不能够 既然 火力 我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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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的是吴琼花 不是男霸天的小老婆 我说的吧 您可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 这就是你得罪小人的结果 我们跳得很好 长青 你去哪儿啊 我出去办点事 你先别出去了 我这有大事 来 来啊 什么事 来 给你 这谁啊 这是红星棉房厂 崔书记的女儿 崔晓丽 你看 模样怎么样 还行吧 你满意妈就放心了 那我就安排你们俩这周见面呢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相亲啊 妈呀 你还有什么呀 这老大不小的了 你该除对象了 这找对象的事啊 您就别操心了 我自己会找 你心里想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不能由着自己性子 我这周就安排你们见面 不想有LA 我这要紧了 要它自己找 乃不找到全家鸡肺狗跳的 这不挺好的吗 这姑娘 门当户对的 挺好的 来了 来了 张爷 您好 你回来了 我刚回城 会一起来看看您和唐叔叔 我和你又不沾亲又不带故的 我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 有什么好看的 唐叔叔不是有哮喘病吗 这冬天容易犯 我从老江那儿说了点野生添麻 这老中医说了 野生添麻这哮喘病有特效 所以我就赶紧给您 给您 我们老唐的哮喘病早就好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盼着我们老唐犯病是不是 不是 阿姨您误会了 不是那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等哪天宋子堂得了哮喘病 给他吃 不是我给你击败你 小阿姨 小雪回来了啊 小雪 你好 你来干什么呀 跑得够勤快的呀 昨天歌舞团今儿跑我们家来了 宋长青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呢是给你爸送药来了 被我妈轰出来了爸 你根本就不是来送药的 你是来秀我姐的 你爸不是有孝喘病吗 我就弄了点野生添麻 不是送药是送什么呀 离我姐远点 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姐将来的舞台在北京 我妈说过 将来她是要跳进人民大会堂的 就您修地求的 也配追我姐 小雪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 我就说一句啊 我不单是要追你姐 早晚有一天你得叫我姐夫 不信咱们走着瞧 找骂呢吧你 这个 回去给你爸泡水喝 不要白不要 你让开 来 你干嘛呀 要练回宿舍练去 这地儿我要一排 先来后到你懂不懂 凭什么我要让给你 凭什么 就你一跳群舞的 还是最后一排 就该给我让地儿 刘文文 你别太嚣张啊 我嚣张吗 我嚣张吗 有本事你也跳个A角给我看看呀 跳A角了不起呀 是谁规定 跳群舞的就得给A角强地儿啊 团里有这规定吗 我就是规定 你看看 成姐 咱们就给她让点儿 就她那两下子呀 是该下功夫苦练了 否则上了台 跳跳不起来 转转不起来 踢踢不起来 丢的可是咱们学员队的脸 成小雨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怎么A角换我心里不舒服了是吧 眼馋嫉妒了 我告诉你 我刘文文是凭自己的本事 跳到这个位置的 你不服不行 服 我服 就你那点本事用在哪儿啊 我们大伙可都看在眼里呢 服不服 得拿业务说话 成姐 咱们走 你给我站住 弟儿都给你疼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唐小雨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今天我们就比比 看谁的业务过硬 刘文文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我劝你 别自倒霉劲 你给我滚一边去 庞小雨 今天你要是不敢比 你就是胆小鬼 小雨 上 那个 有个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剑果 我真是晕血 我这一路怎么跟你说的啊 你这脸都做成包子了 走 剑果 我 我是 我是血小板低 所以一抽就晕 你血小板不低我还不找你的 你不是晕血吗 我告诉你 晕血啊 他就得抽血 抽得多 剑得多 他就不晕了 我这是帮你治病的 走 我没病 你有病 跟我走 快点 请 请 请 张队长好 怎么着 跟刘文文斗舞了 不是斗舞 是切磋业务 你 你跟他有什么好切磋的 十个刘文文加一块都比不过你 你过奖了 斗拜了刘文文 你特有成就感吧 可是 会跳舞的人多了 能跳出来得有几个 光业务好是没用的 关键还得学会做人 这一点 刘文文就比你强 张队长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当小雨 你是真傻 还是跟我装傻呀 如果你跟我好 吴琼花 就铁定是你一条 他妈说 刘文文是因为跟你好了 你才让她跳舞琼花的 看来你是真不会做人 这样吧 你回去好好想想 晚上你来 咱来好好谈谈 要是谈得我满意了呢 那 那吴琼花就还归你跳 要是我不满意 那就换刘文文跳 希望我在广播室值班 有什么话去那儿说吧 训练 那个护士 马上问一下 宋建国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 跟我来一下 好 什么意思这是 你是充建国呀 对 对 对 师傅 师傅 最后有个心理准备 恐怕你活不长了 活不长了 算不病啊 大夫 从检查结果看 你得的是白血病 白血病 白血病 上过百会的血医看过吗 看过 得的就是那病 大夫您别吓唬我 那不是绝症吗 我平时就是血腰板第一个 你怎么能转成绝症的 是不是弄错了 节哀顺变了 白血病是目前医学上 无法功课的不治执政 快的话 估计几个月以后 你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赶紧回家准备后事儿吧 赶紧回家准备后事儿吧 行吗 都是你 真好好帮你背上我来抽什么血呀 你看看抽出一些绝症来 我也不知道 你让我回家怎么跟我妈说呀 我爸本来死了就走 我妈把我拉着单容易吗 你让我走在前面 再说了 我们老刘叫三太单转 就是我一个 我 你怎么就姓刘了呀 你不是叫宋建国吗 不是不是 我一直叫姓刘 我叫刘小旺 他是宋建国 我是替他来抽血 什么胡说八道 我是替他来抽血的 现在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你得让我弄清楚 是不是抽了血的那个 得了白血病 眼够了没有啊 我和小雪 宋建国 身为东方厂青年突击队长 堂堂的先进标兵 居然叫人冒名顶替 来医院开假报告 你说我要把它交到你们厂里 结果会怎么样啊 你耍我 老实交代 你要这份假报告干什么 不是 我先打断一下 我跟山口百慧那个病 不是 你这边待着去 名人不做暗示 我让刘晓旺替我抽这块血 就是为了帮我调动工作 哥们儿要调到供销科去了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事你要成全了我 全当哥们儿欠你人情 不管事儿成不成 我都请你去宁州饭店 报错一顿 怎么样 强人的挺痛快呀 帮不帮嘛 帮可以 对 对 但你得答应我一条件 说 只要我宋建国能做到的 绝不寒 让你哥以后少来缠着我姐 这 这 这不能算啊 这我要答应你了 等于占你便宜 换一个 少跟我臭皮 我告诉你 要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哥 来勾引我姐 我就举报你 好 行 遵命 滚 叫你滚的 你叫宋建国 建国 不是 你让我瞧瞧 走 老唐啊 老唐啊 我今天很高兴 也很启动 这么多年了 你是第一次坐这儿听我说句话 咱们两个都不是刚开始建厂创业的小伙子了 身体重要啊 你说你天天踩着那张 吸着这废气 你不心疼你自己 我都心疼 这个地方 能过来 我都心疼我 不是 怎么说 不不不不得了 干什么 没什么 有没有 里面 我自己判疼你 是 咱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上上下下都知道 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 好关系的开幕 要不是龙哥走的你 咱们俩关系至于这样吗 宋主堂 你知道你的毛病 出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因为你从来都不反省自己 历史是历史 个人是个人 我问你 你出卖过朋友没有 出卖过我没有 没有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老唐 你再听我说一句话好不好 就是咱俩好的天 整个场子耗不起啊 我恳请你顾全大局好不好 好 部里对这次东方厂领导班子的改组 非常重视 我来的时候 杨部长专门提到你 谢谢组织 关系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 还有一位候选人 唐宪明同志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唐宪明同志对文化大革命 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群众 反应很大 唐宪明同志确实说过 文化大革命就是煽动群众斗群众 宋子童同志 你接着说 宋子童同志 唐宪明同志是个知识分子 心直口快 思想比较活跃 爱发个牢骚 他也说过 抓革命促生产 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 革命就是革命 生产就是生产 不要混为一看 东方机械人员 首先应该搞好科研 抓好生产 这个次了 爸 爸 怎么跟你小人呢 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谁说的 爸 你告诉我谁说的 我搭着不抽的 当年就在这个办公室 组织上向我核实唐宪明的情况 我是一个老党员 我只能如实地向组织上说明了一切 我做错了吗 我没错呀 唐宪明为什么始终就不能亮剑呢 十年浩劫啊 就他一个人受委屈了 我不是也被关进牛棚了吗 十年哪 不是他一个人在受委屈 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都在受难 假如这一切都抹不去 别说一次道歉 就是让我宋子唐粉身碎骨 我都再算不次了 道什么歉呢 不是爸 你要道什么歉呢 是不是唐宪明又来找茬了 不是爸 我跟您说您 您没错啊 没错 换我 我也这么干 不是 我会比您更狠 我才不会像您一样傻乎乎地去向他坦白呢 还告诉他我是怎么像上级反应的情况 呸 他不全属多余吗 你不摆明了让他恨你一辈子吗 真要让我干 我就把他的材料打包 悄悄给领导寄去 让领导寄了解情况 我还不落埋怨 你让让什么 让什么 我 我 要和你唐叔的事不能乱插嘴 我都不是为你着想 对了 你私自闯进我办公室干什么 你一炸火把我的事给忘了 爸 是这么回事 我这几天啊 一直不舒服 那好几次我在车间里干着干着 我就晕倒了 我就趁着今天机器检修呢 我就去医院给自己来了一个检修 这是我的咽血报告 请您过来 你这什么意思 我不适合在铸造车间再干下去了 我得调动 我不同意 不是 爸您看仔细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 血小板指数太低 随时可能晕倒 您得尊重科学 你整天活蹦乱跳的不是学校板指 你是思想觉舞台指 不是 爸我是界界性发作 你 我不管你什么发作 调动没门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 正以为你是我儿子 我才对你高标准严要求 君臣的后代 绝对不能当逃兵 你点儿了能干什么 在办公室后站好了 当年淮海战役 你爸爸是迎着枪林弹雨往上冲 东方机械厂建场的时候 全场上下启动员大干六十天 共产党员冲在前 你爸爸的血压一下飙到一百八 几次晕倒在现场是被人抬下来的 抬下来我也不走 醒了接着指挥 所以东方机械厂能有今天 是我们拼着老命干出来的 建国啊 一点血小板低算什么 我告诉你 倒你也给我倒在车间里 因为你是我宋子唐的儿子 很多时候都只是差一点 差一点累到寒停 差一点放弃前行 多数时候都只是怕一段 怕一段路看不清 怕一段书难唱起 曾经害怕翻过的山头 现在看它已爱成了秋 曾经总被绊倒的石头 如今早已被盖成了楼 曾经一起同营的朋友 你们是否还一无所有 曾经和你说好的永久 我们现在已白了头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偷碰偷手牵着手 无约而同的回首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无约而同的回首 无约而同的回首 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偷碰偷手牵着手 无约而同的回首 无约而同的回首 一起走过的春雨秋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 我们肩并肩搀扶着走